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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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erenna的廚房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是一道最最常見的 中式家常湯料理 中式家常湯料理 番茄蛋花湯 番茄蛋花湯 這道湯雖然簡單 但是不同的食譜做出來的味道 也非常不同哦 來跟我一起試一下 用到洋蔥製作的方法吧 那麼首先來切一下食材 洋蔥盡可能切成薄片 方便煮軟 在番茄蛋花湯裡 加入甜洋蔥 是我小時候跟爸爸學到的做法 洋蔥在煮製後 沒有了辛辣刺激的味道 卻會有蔥香味 喝起來的時候還會品嘗到 一種很自然的清甜味哦 香菜切碎後待用 快要起鍋的時候 快要起鍋的時候才需要 實在實在不習慣香菜 也可以換成蔥花哦 將洗淨的番茄去掉底 以及比較硬的部分 然後切成小的方塊 將番茄切小 是為了在短時間內煮軟 讓番茄味深入湯裡 更加入味 沒有冷藏過的新鮮番茄 香味會更濃一些哦 番茄洋蔥一起倒入一支奶鍋 用於室溫一樣涼的清水來烹煮 從涼水開始煮 可以讓番茄和洋蔥的風味 更多的融入到湯裡 讓湯變成重點 如果是熱水開始煮 重點的味道就會在食物上 蓋上蓋子用高火煮至沸騰 在等待的時候來將雞蛋打散 注意不是要打發哦 盡可能將蛋黃與蛋白融合 打出來的蛋花才會順滑細膩哦 煮到沸騰後放入鹽 調到中高火繼續煮10分鐘 其實如果不介意煮太久 會有營養流失的問題 煮得越久 越會減少番茄的酸味和洋蔥的辛辣味 釋放出他們的甜味 煮好之後就到需要很迅速完成的步驟了哦 第一種蛋花做法 在高火沸騰時倒入雞蛋 立即跟著加入香菜和香油 馬上隨意攪開 離開火爐停止加熱 第二種蛋花做法 在中高火沸騰時倒入雞蛋 立刻順著一個方向 輕一些推開 緊跟著放入香菜和香油 離開火爐停止加熱 隨意攪動一下即可 第一種方法可以做出熟一些的小塊蛋花 第二種方法可以做出嫩嫩的散開的長蛋花條 心情不同可以選擇煮不同樣的蛋花呢 但是要注意如果湯不是沸騰狀態 蛋花就會變成蛋糊 湯的顏色會變得混濁 那麼這就是我自己的番茄蛋花湯做法啦 自從喝過有洋蔥的版本之後 我就再也不喝沒有洋蔥的啦 這個做法不需要炒製 相對健康 但對味道卻有明顯的提升 既然這麼方便美味 那大家也快來試試看吧 那麼這期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分享 可以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和訂閱喔 也可以開啟小鈴鐺獲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支持